好 等一下呢 我們來進入到鋼鐵人這個範例裡面 先選擇選取 先選擇工作目錄 把它設定在我們的Ironman Ironman裡面 好 然後我們興建第一個零件檔 PART1 好這時候選擇確定 好我們就進來 進來之後呢 可以幫我把資料夾裡面的 這一張第一張圖片 我們打開來 然後以此類推 我們把這個圖形一個個建立起來 然後對他做個組裝 好請你先做到這裡 來我們看第一題 第一個呢 先選擇草繪 從我的Write面 草繪進來 然後我會加一條中心線 這條中心線呢 等一下我們要做一個旋轉使用 所以說呢 請你幫我在這個地方 加一條中心軸線 然後呢 第二條線選這邊 在這一條線這邊 加一個中心線 這條中心線是為了畫圖的時候選對稱 這條中心線是為了等一下要去做旋轉 不一樣的用法 好我可以先加一個矩形 這邊做一個對稱 然後呢我會去對他做一個圓弧 這邊的圓弧並沒有相切 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這邊的尺寸我可以稍微給一下 這一段是110 這一段是75 好這邊是110 然後呢這一段是75 好這一段並沒有給你半徑 因為呢他的半徑會跟圓心鎖在一起 他的圓心會跟我們的圓點鎖在一起 選擇重合 選擇圓點跟這個點重合 所以說他沒有半徑 好會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然後我會對他做一個旋轉 這時候呢不用轉360度 我們直接轉一個180度就好 我們會得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等一下慢慢把它挖掉挖掉挖掉 變成一個頭蓋 OK好請你先做到這裡 好 都好之後呢我們把這一塊的造型做好 首先我們會先去選一個邊 選擇槽繪調整過來之後 選這個面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畫下我們的2D 這邊往外我們要全部切掉 所以說呢往外的這個尺寸呢 你不需要太注意 我們要把裡面的這些線條畫好 倒是真的 好我們可以稍微來看著畫 好會比較清楚一點 這邊不需要那麼大 稍微縮一點 好選擇 拉條線從這邊過來 對不對 斜斜的切過來之後 連到終點 然後呢拉條線出來 然後做一個垂直 做一個垂直線 然後這邊就可以出來了 因為這邊純粹是為了要切掉的 好會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然後呢我們把真正重要的尺寸 稍微來標一下 譬如說這一段距離要15 好會選擇這條線 這邊的距離是15 然後呢這一段的角度呢是125度 這一段的角度 125度 然後這一段的角度 會是45度 這邊 不讓我標 再一次 它跟它的角度 這個平行沒有 好被鎖住了 好這一段是45度 然後呢兩個之間的間距是40 間距是40 然後這一段長度是25 好這邊是25 好我們再對它 這一段的長度 25 然後呢這兩條線要垂直 要互相垂直 它跟它 要互相垂直 跟誰正交啊 我看一下 跟它 刪掉 OK 我們會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把真正重要的尺寸稍微標一下就好 其他的都是外面的尺寸 我們到時候是要全部都要挖掉的 好這一塊做好以後 確定 我們對它做一個 隱身 反方向移除材料 整個貫穿 我們會得到這樣的一個造型 有沒有 好 會得到這樣的造型 好這邊 請你先做好 之後呢 我們要建一個面 這個面呢 要往上 100 好 純粹是為了要高一點啦 是不是要100 無所謂 但是就是要比這個實體還要高就可以了 好我們去取一個整數 好建一個平面 我們從 right面 往上建立100 好 就是比它高就可以了 然後呢在這個 DTM1 這個面上面 我可以做圖 這時候我們要來做一個 我們要的一個形狀 好 這個形狀呢稍微注意一下 我會去 參照 這個圓弧 然後呢我會拉條直線 然後呢做一個 類似像一個 T字的造型 一個T 一個T型的形狀 好我會先去參照 這個邊 然後呢我會拉條直線 我會拉條中心線 先讓它穿過去 等一下我們要對它做一個 對稱的效果 好 讓它跟它能夠 相切在一起 這一段能夠相切 然後 我會拉一條線過來 這條線我們選擇鏡像 然後 再把這一段給 補起來 好 這邊的長度是70 然後呢這一段的距離是 注意喔 穿過中心線的距離喔 是60 好 是 這條 這條 參照的線 距離這個邊 這個長度要 60 好 這邊要注意 然後呢這一段 長度是30 好 這邊的尺寸我們都給好了 給好之後就往下做隱身 整個貫穿 反方向除掉 整個貫穿 我們會得到 這一塊的造型 有沒有 好 之後 這邊還有一個 5的倒角 在這一塊 做一個倒角 距離 D 給它5 這邊的倒角我們可以做好 好 那做好了以後 我們還要再對它做一個薄殼 好 這邊的殼後呢 它告訴我是 我有沒有寫啊 2mm的殼後 好 這邊對它做一個薄殼 2mm 然後移除面 按著Ctrl鍵 移除面 移除面 還有哪裡 還有哪裡 好幾乎 底下都要做移除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如果做不了移除怎麼辦 看一下喔還有哪裡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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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做個移除面 最後 最後 我們會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 等一下還要把這邊再補起來 好 試一下 來 都有了之後呢 我們把它完成喔 這邊要再多補一塊肉 我們選擇炒會 選這個麵 好 炒會進來 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要去參照一下 我要去投影 把這個邊 借來用一下 把這個邊 借來用一下 然後我會拉條線 這條線 連下來 然後 接起來 然後呢 這邊我有做一個相 這邊有個T 相切 不知道跟誰相切 有點忘了 跟它 沒有辦法相切 應該是 做一個貢獻好了 它跟它有沒有貢獻 我去 借一下 這邊 這邊的造型 我會建議同學 我們可以先做 做完之後 到時候組裝起來 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到時候再來做修改 也可以 因為有些時候 一剛開始做設計的時候呢 可能不太清楚 這個造型到底行不行 等到真正要組裝的時候呢 才能夠去確定它實際的一個 形狀 也可以用這樣一個方式去做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應該 看起來應該是跟這條線是要貢獻 跟它貢獻一下 我們會得到這一段 這邊先不急 先做再說 然後呢 對它做個隱身 反方向 給它2mm的厚度 或者是直接讓它到隱身 到這個面停下來 把它補起來 好 這一塊我們可以 先做好 做好之後 對它做一個 鏡射 好 就可以了 然後選擇隱身 鏡像 選這個面 鏡射過來 這樣子 我們的第一個零件 就做好 好 記得要存檔 好 確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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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有錢 滑